近日,记者从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,白茶村离足传行屋开启新一轮修缮工作,有87间离足传统传行屋的白茶村,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离足传行屋古村落。 离足传行屋营造记忆,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白茶村也于2012年入列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,受自然老化和恶劣天气影响,该村部分传行屋墙体脱落,茅草腐烂。 东方市江边乡政府联合东方市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,并邀请传行屋记忆传承人,共同成立修缮评估小组,确认63间传行屋需要修缮。 目前,当地离足传行屋营造记忆传承人,正收集茅草、藤条等材料,为接下来为期两个月的修缮工作做准备。 因为一下子修那么多房子,以下60多间,63间了,所以用的材料比较多嘛。 现在材料不好找啦,尤其是茅草啊,会修的也不好找嘛,他们各个都有自己的家业嘛,然后就没有空过来修。 以前有人住的时候是可以住个十年,十多年都有,就就坏一点上面的屋顶茅草一点,就小修补。 现在没人住的话就大概就两年,那些茅草就腐烂了。 现在要想恢复以前啊,也可以,就是比如说,要有人进来住嘛,就以前里面烧火做饭啊,要看到里面就是在家门口啊,直颈啊,有边框啊,这些啊,在里面做饭啊,种菜啊,这样游客过来也会体验一下。 此次修缮工作是开放时进行,游客可在不影响修缮工作的情况下,近距离观察梨族船行屋的修缮记忆,感受梨族船行屋营造记忆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。 咱们过来的,我们特意过来的,我们定屋一过来,就想看一下就是梨族的生活习惯啊,就参观一下。 因为一般在城市的话都很少见过这种藏屋,之前我们也确实是没见过。 人都没有了,看到有房子就保留得很好啊,感觉都是以前的余物留下来,但是要是真实的在那里感受一下那个气氛就没有了。 哦,就是要有人住了,你要有人住有气氛,我们才感受到你们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。 东方市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文旅板块负责人宋书源介绍,该公司计划成立专业景区管理公司,号召村民参与,提高游客体验感。 首先是保护,然后再进行一个运营开发,原来的这种文化是不能破坏的,我们一定要去给它做好这个保护工作,这个是前提。 那么我们会选一两间这样传型屋来把它复原,可以让游客体验一下,但是不能大面积的,号召村民都参与我们的市场经营,然后也会带动村民做一些液态的展示,另外就是也如果有收益的话也会给村民要做些分红。 中文字幕。